这是日本唯一承认伤亡超过五军的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 1.7万国军战士在内无军需 外无援兵的情况下 和日军连续作战47天 以伤亡90%的代价 歼灭日军4.8万人 创造了整个抗日战争中 作战时间最长 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城市保卫战 它就是衡阳保卫战 衡阳位于湘南 地处湘江 征水交汇处 是约翰 湘贵两条铁路的连接点 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 如果衡阳失守 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格局 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 1944年 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 摧毁沿线中美空军基地和国军有生力量 逼迫重庆当局投降 6月中旬 长沙刚被攻占 日军就迅速集结部队 兵风直指横扬